接下来让我们关心花莲四代会进行的市政咨询议程 市代表陈慧卿是关心城市安全 尤其地震造成了多处排水沟崩裂破损 陈慧卿要求施工所要展开全面的检修 尤其是台风季节即将到来 更要确保排水沟能够顺畅 市民代表陈慧卿关心城市安全 尤其地震后造成多处排水沟崩裂破损 陈慧卿要求施工所展开全面检修 尤其台风季节要到了 更要确保排水顺畅 我们所有的代表都非常关心 这次地震后的一个修复的状况 那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建物倒塌 目前那个县政府都如火如荼的 在帮这些建物拆除然后刑建 那当然我们看得见的是建物 看不见的是地下水沟的部分 那地下水沟也因为我们的地震 非常多的崩塌 那现在又是防汛期间又到夏天了 所以很多居民都在反映说水沟崩塌的厉害 然后再来就是不通发臭 所以我希望工所能对我们每一条水沟清沟 用清沟的方式逐条的去把这一个水沟崩塌的部分 我们去做整治然后再来修复 这个是我们这一次代表会 我们本期希望市工所赶快去做的一件事情 另外陈慧清也要求市工所要扩大检修 老旧建筑的耐震度 还有超抽地下水会造成路面下陷等危机 提醒市工所不能忽视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